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真盛和他拍摄的仅十万张文革照片 会认为是绝无仅有的 记录了完整的十年文革 为什么只有李真盛能拍下这么多文革照片 拍摄这些照片要付出何种代价 这些在当时很可能会给他带来灾祸的负面照片 又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 照片中的主人公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命运和故事 随着访谈的深入 将为您一一解答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不大的房间 很简朴的陈设 让我觉得很亲切 因为很像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家 好像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 中国很多城市普通人家都是这样的基本的设备 有这样的床这样的墙 这样的书桌 甚至是一样的抬灯 很多时候一个特别的场景会让我们的记忆瞬间回到某个特定的年代 将近五十年前那特殊的十年 我们会怎么形容它 有的人会说那是充满暴力的 是痛苦的 是疯狂的 是荒诞的 可是我在想时间久了 我们的记忆会不会变得淡漠了 时间久了 故事会不会出现很多的版本 我们会忘了什么是真实的 我们说眼见为实 所以还是让照片来说话 这十章记录文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这样的姿势 算是挺特立独行的是吗 我拍摄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我是在长春电影学院毕业的 本来是一项热血要献给党的电影视野 我这次想过一把电影演的就是 即编剧 导演 演员 摄影 于一身 四个之后都能看到 编剧 你那意思在这个照片背后还有一段情节 我这想法弄着故作这个英雄状 面对敌人的刺刀或者面对敌人的枪口敞开胸膛 那么这不就是一个情节吗 这个情节也是变玉吗 因为什么姿态呢 是导演吗 怎么表演呢 我就本身就是演员嘛 摄影呢 我把这个相机支在那里 一按自拍机就瞅着他的镜头 八开胸膛瞅着他的镜头 那么就是故作英雄状 我在想如果这张照片在那个年代 你同事看到了 上级看到 他们会觉得是一个会引起轩然大波吗 倒不会成为一个和政治有关的世界 至少你这个人太张狂了 后来在那个纽约 我的经纪人和我一块编这个书的时候 就是那个红色新鸣的书的时候 三万张底片子他一张一张都挑着看 后来有一天他突然蹦起来了 哎呦 兴奋的不大了 将有震撼事业的作品被我发现了 那个是我女儿在给我做翻译 我女儿靠近的上去看那个 偷写台的笔片 我女儿跟我讲 爸 你怎么还有这样的照片 这样照片怎么了 我跟妈妈说 你瞎说什么呀 我有什么样的照片啊 后来他跟他妈妈说的一句 都露点了 后来我跟他说露点 我是这才露一个点呢 我说北京的榜页头两个点呢 满大夜晃啊 李真盛 1940年出生于大连 22岁 从长春电影学院毕业后 成为黑鸣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 这张敞开胸膛面对敌人牵口的自拍像 开设于1966年6月15日 距离5月16日 文化大革命爆发 刚刚过去一个月 此时看上去有些叛逆的李真盛 因领导在其毕业分配上公报私仇 剥夺他新华社 驻外记者机会一事 而感到非常不满 他一边不服气 一边又突然有了绝对自由的造反权力 就这样 他被时代洪流裹挟着 积极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 努力加入和组织报社内部的造反革命 而做这一切 还有个更加直接的动力是 报社能给他配发更多的交换 社会上很混乱的时候 这里开造反大会 那里开造反大会 当时报纸是什么状态呢 混乱的场面是不准变报的 我那个时候没有加入任何造反组织 努力争取加入 没得到批准 你要只要是在你照相 拿这张机照相 就有任何一个红预柄上都可以质问你 你是干什么 哪呢 要假如掏出记者人来 糟糕了 说我是黑中央日报记者 好 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 你收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将来求后算账 当时的中国除了党中央算红的 其他所有的各级党委都是黑的 后来实在无奈了 我找了我们工厂的那个工人 实惠队借了个修标给我 每次出去采访到会场上带上去拍照 那一看都带着修标的拍照呢 就认为一个站好里的站有 就没人盘问你了 1966年的70天时间里 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 而这一年的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李真胜也随着满腔热血的红卫兵 大串联一起来到了北京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拍到了真正的毛主席 并且他把红卫兵们 见到毛主席后的幸福瞬间 也记录了下来 我们有多少话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歌要给您唱 我们最大的幸福是见证您 这是毛主席 当时是从天安门出发 这是第五次红卫兵 150万 那个时间很长 从天安门转过来 完了以后 走到这里是毛主席也很疲惫了 毛主席呢 从这里风驰电车的过了 因为这已经尾声了 所以您手您相机一直举着的 车过了以后 老远就有欢呼声了 所以您难道不激动吗 激动啊 我的相机第一次对准 伟大领袖毛主席啊 那天天看到报纸 就是毛主席 红光满面 神采一一 不断地向我们招手 我就希望啊 能够拍一张毛主席向我们招手的照片 后来从开始看到他就没看着毛主席招手 等到这儿还不招手 我说赶快摁一张吧 就拍了一下 我说这个毛主席 那个牧师亲方 面无表情牧师亲方 做鼓掌状 毛主席车一过去之后啊 他就翻开这语录本啊 拿下笔 拿笔在那个匪页上写 1966年10月18日 下午1点多少分多少秒 我尽到了 就往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 伟大练首 伟大统帅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能写完整这个完整的 这个这句话的情谊下呢 那个最字啊 就你你能写多少 写多少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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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嗯 但是一定要把后面的字写完整了 他写完了以后 互相比啊 互相比呢 就是查呀 那个 说你写了多少个罪 说我写了17个罪 哦 这时候在比呢 这时候在比呢 就查 你看这儿还在 有的在写 有的在比呢 是 你呢 我写了22个罪 那好像是 谁写的罪字最多 谁就最最忠于毛主席 这个女孩写多少 她写了十几个吧 那个去访问过她 她是一个在文革当中啊 呃 经历呢 呃 还是顺顺顺水的 当时参加这个时候 是哈尔滨那个 呃 那个师大的一个学生 师分学院的学生 后来在各国会工作 访问她的时候 她说 我看到那些惨烈的场面 那个照片 她说我都不敢看 他自己参与过那种 没有 他是从来 他连那个场景 他都从来没看到 是 我那拍过这些照片吧 比如某些大会上 包括欣赏上 很多人说 我参加了这个事 你参加了 可能坐在那个会场 我哪个角落的 你连顶上影子都看不见 文革狂潮 席卷神州大地 宗教寺庙也未能幸免 佛像被纷纷捣毁 僧人们为何自辱门眉 相互背叛 你摘一些帽子 哦 你也是个屠侣啊 一块头 就在里面就带着轰兵 抄自己的这个 寺庙的各个殿 几十万人的披斗大会 每一次造反大会像 是几十万人啊 当时的中国 除了党中央算红的 其他所有的各地党委 都是黑的 七位省委书记 曾经历何种身心摧残 就加头发了 加头发就抄下来 真 就是这样 我看得很清楚 那个从头发根里 就渗出了那些血株啊 听李晨胜讲述文革十年 照片当中的故事 精彩正在继续 从1966年8月开始 毛主席为牵扯理想的 社会主义国家 号召摧毁旧文化 毛泽东把年轻人 视为新的接班人 8月24日 在哈尔滨市的吉乐寺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 捣毁活动 寺庙里几乎所有 佛像的头被斩断 脸上画着黑叉 李振胜不断地 按动快门 拍摄了很多 在同行看来 不可能发稿见报的 所谓没用的照片 而他的内心 在此时已陷入了 对文革深深的质疑 吉乐寺呢 在1966年的8月24号 被捣毁 哈军工的学生 召集了全市的 那个大传院校的 洪文兵 来捣毁吉乐寺 当时这个 这是个长老 洪文兵 逼迫他们到山门外来 扯了这个 自如门门的一个标语 这什么福音 尽放狗屁 那么这个 这个人呢 我想说一下 我在里面拍照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 戴着帽子 穿着个干部服 还别着个钢笔 帽子 那么 这个 带着那个洪文兵 去抄 这个大殿里有什么 那个大殿里有什么 就是他就革命了 做反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在里面 就带着洪文兵 抄自己的这个 寺庙的各个店 后来出来的时候呢 在山门外面 来批斗的时候 他站在旁边 想看热闹 结果因为上去 一摘一些他的帽子 一听那个生意 说话 所以像个和尚 一摘一些帽子 哦 你也是个徒驴啊 一块都 他大喊了 我是革命的 我是革命的 我带着你们那个 在里面的 那个 抄了很多那个 风自修的东西呢 就是那些 都叫风自修的 后来外面的洪文兵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就是一块批斗了 你看他帽子 卡在手里 化妆了 穿着干部服 这些人你看都 都穿着僧服啊 僧侣服 那么他还在呢 那张照片 就是他还在笑 笑着看他的长老 现在张老 你看 你看 张老平时 对他管束很严 他是当时是 这个和尚当中 最年轻的 53岁 当时就觉得 对宗教文化的进他 达到了无疑复加的地 在那个年代 这种想法是 肯定是反动的 不 我拍个照片 我没说呀 但您心里面想的 不会吓自己一跳吗 这个想法 自己吓不着自己 你看 把这 这些那个 这金属的这个 铜像都搬出来 也打上叉 戴上帽子 而且很奇怪 我看到好多周围的人 参与的人 脸上是有笑容的 你看 就是 对 脸上人是有笑容的 是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说他们心里 不善良吗 我想人们都是善良的 我真的越来越觉得 不在于你心里面 是不是善良 只要你做了 不善良的事 我觉得就是不善良的 文革的十年 就是中国人民 集体的垫框 这个人 当年53 这个时候93 基罗斯的方丈 那么后来说 他说 最后他挣扎了半天 是别 别 别说了 那他心里很痛苦 就是当年他做的事情 后来他把他的精力 都用在重建基罗斯上 听 那个 您的 那个 徒弟说 您现在 不要说了 不说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 李振盛深知 宗教是文化的象征 远离俗世喧嚣的佛家寺庙 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 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了 至此 文化大革命 作为失控和残忍的黑暗岁月 已经到来 1966年9月12日 李振盛捧着手中的相机 紧张地站在几十万群众的最前面 近距离拍下了七位省委书记 被集体批斗的场面 这个就是有七个省委书记 集体批斗 从李帆武 二把手 到这个七个省委书记 他们注意他们手呢 每个人的手 都没有一个是垂手而立的 在捧着那个牌子 那你看 前面都看不到他们的手 证明一看呢 在场的这几万个 那个群众 一定会以为 交合板了 那他的手也看不到 这刚刚露出一针点来 实际是个铁板 八号钢丝 影的 你看 就就是一个铁板 用钢丝挂在他脖子上 很沉重 任努仪这个人呢 非常随和 他当时的职务是 黑龙江省委书记 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在这个省市两基 这个几十万人的造反大会上 被批斗 每一次造反大会上是几十万人 对 这种场景上 就是一个大的体育场 上面就是管理台 下面本来是比赛的地方 那么这个比赛的地方 都坐满了人 台阶最下面一台 让他和革命群众一块 听批判 发言当中 常常都制造现场效应 喇叭就高呼了 把黑帮分子 人中一揪出来 就拉上台去 拉上台以后 就给他摆设上的椅子 这个椅子是很别有用心的 这种折叠椅 你要是往前站了 站不稳 就趴下去去了 那往后站了 他就夹起来 还是摔你 那么站住了 就让他这个抹鬼脸 后来那个红冰啊 就端着那个脸盆 他站在椅子上 就冲着他那个脸呢 向上 就一抖 那个墨汁不就积起来了吗 积起来你看脸上 把脸上都弄着 还直到往下滴 满脸都是黑的了 这个帽子呢 哦 那是个帽子很长 帽子 他说你看 他戴着那个鹰顺呢 这个帽子号是做小了 做小了以后 一戴 你看这戴裂了 他为什么背着手呢 有的人在出了个主意 那个绳子在这 插破了这个帽子 拉到身后 你看这绳子在后面 他两个手拽那个绳子头 让这个高帽子 不掉下去 最后 那个更惨的就是 那升了大半盆 那墨汁啊 到他身后面 也站着 那个 那个凳子柴了 拉开他的领子 把那个墨汁跟他领口的 咕咕咕咕 关进去 当时您离得很近吧 离得很近啊 我常常在这种场合 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排下来 报纸肯定不发的 但是 作为历史的记录 留待后人去评说 后人怎么评说 您当时有那种 很清晰的想法 留待后人去评说 是 这些照片 你排的干嘛呀 报纸不印报吗 浪费腰眼吗 这种想法 在那个年代 是很 很特别的 1988年 3月10号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广东的人 都移到中央来开会 专门到美术馆去 他站在自己 那张照片前面 久久不肯离去 后来他告诉我 我说他先后去了三次 我心里很忐忑 我想糟糕了 我把他这种丑态 这照片展出了 我很害怕 后来过两天 大众摄影编辑部 一个编辑告诉我 任忠仪的儿子来北京了 找你 我正在害怕呢 又派儿子来了 我说找我干嘛 要一张照片 我说是不是取证吗 后来他见到我了以后 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爸爸说 这张照片是我们人家 最宝贵的财富 我这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如果当年被批斗那个人是您 然后若干您之后 您看到自己当年被批斗 一张很惨的照片 您会把它留下来 作为传家宝一样 说一代一代 你都要记着 您会这样做吗 我现在说不会都不好 都没有用 这个东西是不好饰演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 后来这些革命老干部 碰到一块的时候 都在比 都在问 文革当时你戴高帽了 戴了 说你的高帽多长啊 我就这么长 说你呢 我这么长 都在比啊 比这个时代啊 停过了文革的人仲仪 后来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先驱 可是正如李真胜所说 批斗大会上的群众 常常是情绪高亢 很多迫害都是临场发挥 就在李真胜拍摄完这组照片 和别的摄影记者聊业务的时候 此时大喇叭又响起了 揪斗李范武的口号 我听到广播 广播朗部的说 黑帮分子李范武 发行像伟大领袖毛鲁齐 一个样 他是个大野心家 发行像谁就成为野心家 发行像毛鲁齐 下面要发生什么 就是可以想象 一定是踢鬼头 你看 这个 回来看他在调整推子 为什么要调整推子 推子什么时候需要调整呢 就推子往上推一推 不好用了 拿下来调整一下 就夹头发了 你才能调整 他这个不是 他正好相反 因为说推子好用 他就把它调成不好用 再那个弄上去以后 就夹头发了 夹头发就好下来 就是这样 我看得很清楚 从头发根里就渗出了那些血珠 你看这两个 笑了 笑了 这个人还是能不能认真指使我再剪呢 这就是刚才在后边 拿着推子 抢不上槽的 三个人都把有力的地形都占领了 勾不着了 但是他也要表达自己的无产纪义愤 再踢就不像是这个鬼头了 那他就抓起来 你看这个左手 抓起来的头发肠 从衣领子里往里噎 给他塞进这个衣领里 后来我采访过李帆武的夫人 李霞 他就跟我说 头肠 塞在亲胸 后背 塞满了 一个礼拜不让你 解衣服 睡觉 男同志上 小姐的时候 倒好 不用解腰带 他说女性呢 是一定要解腰带的 要小姐 女红明 压着他 到厕所 解的腰带 划了一下 前后都掉下来 好 解完消耗之后 在捆衫腰带 还在从那个 那个尿水里 抓起来 往自己 把他塞到这个 前面后面塞着 都这样折磨人 您问过他吗 问过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就现在像这样这样 满脸涂得黑 然后可能身上有血 然后有自己头发差 这个时候的人的状态是 就是一条心 我想活着 还是一条心 我想死 在这个时候 要想死的 那个要自绝于党 自绝于人民 就他们那时候的心里面 还是想 我得咬紧牙活着 那每次去拍这种照片 这些内心不抗拒 他们说 这工作我真的 不想再 不想再做了 不想做了 吃什么 出目惊心的死刑场照片 李振胜 怎么会拍到这组照片 背叛死刑的人都是谁 仰天 大吼一声啊 这个世道 太黑暗了 他们犯下了什么罪 这却真正的 招了杀神之祸 就是被定为 恶毒攻击毛病 拍摄照片的李振胜 经历过怎样的心理折磨 闻到那个味儿 脑浆崩裂 就是最恐怖的时候 我说我低落下来 我是为你们好 你们变成鬼魂 千万不要来找我 因照皆是陈丹青 他们彼此 有着怎样的共同回忆 一下子枪比十几个人 这变成我们一个青春季 但是我没有看过一张刑场照片 他给出来五六张 那太震撼了 十年文革再回首 听李振胜讲述 你所不知道的疯狂岁月 如果说文革以来 各种纠斗的暴力场面 因为天天有天天见 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 那么1968年4月5日这天 却是李振胜脑海中 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 那天正好是清明节 空气里塞满了 令人压抑的死亡气息 照片中的两个人 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 吴炳源和王永增 因为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小报 向北方 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 这张照片 1968年4月5号 清明节这一天 每个时间点 您都能记得很清楚 这是哈尔滨的一个坟场 当时枪毙一女七男 一共八个人 其中这两个是政治犯 吴炳源 王永增 他们刻印的一个 油印的一个小报 报名叫做向北方 这个报名就给他们带来了杀神之火 在黑龙江 在哈尔滨 向北方 北方是谁 前苏联 那不叫前苏联呢 当年叫做万俄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你向北方 你不是向往苏修吗 那个时候的报纸 是登上毛泽西语录的 这个毛泽西语录呢 他们也这样造作了 这两句话用的什么呢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 竟然是完整的使用毛泽西语录 没错的 但是下面又加了两句话 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不允许任何人创改和代替 这个就被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 这就真正的招了杀身之祸 我没明白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主席的话 对吧 那么他下面加两句 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不允许任何人创改和代替 这不意思 我要再一次肯定毛主席的语录吗 非也 他认为你是别有用心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是机体领导 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现在用毛主席思想了 那么就是说不允许任何人创改和代替 就是说你毛主席创改了和代替了 你自己说的话又被你创改了 用你个人的那个专制领导 代替了共产党的机体领导 用你的毛主席思想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这两个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所以这个知识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有时也带来这个祸害 其实他这个毛头指向了毛主席 很多人还没看出来 当今挂这个牌子是什么样的 提前在宣判大会上的时候 这个牌子处理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这个字他们也不知道 挂上的时候实际就是已经定罪了 就要判你死刑 但是外面的牌子写的是反革命计算主犯 没有这个红叉 也没有下面这个离异执行 但一宣判的时候 上去人摘下来 转个个再挂上 他当时没想到会判死刑的 他就仰天大吼一声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就闭上了眼睛 以至压到刑场上 出觉之前始终不睁眼 他就想到 我这个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 这世道都是那么黑暗的 一样 那他是用最后的一种反抗形式 是这样 在这个拍照的时候呢 就为了这个睁眼睛的事 那个公安口那个人 上去就扇这个人的嘴巴子 哈哈扇眼 扇眼他就去死也不扇眼 强劫人的时候都叫做 一名正身 仿佛心肠 只行强劫 一名正身 他就起这个作用 临到死的时候 他都拍一些照片 最后贴到那个死刑档案上去 后来我是被打了 我也有一种 人都死将死的时候了 你还去扇他嘴巴子 干嘛呀 就在这个时候 上来有人站这了 站这一下 他一下就挡掉了四个人 好像八支枪 打四个人似的 我拍拍的这金棒 我说 哎 我说你挡我画面了 他给我招个手 还照样站着 哎呀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牛 我说赶快拍一张吧 拍一张以后 我想你不躲 我躲你 我就端着相机 往这边转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他 他手一摆动 他举起手的 放下 后来这本 立即就举起起的 我当时还想按照 看电影的习惯 都说 预备 射一 我去射一 谁喊呢 我第一次上新厂 但是说是吃那是快 我端着相机 那个在一动的时候 枪响了 就拍了这个画面 这组死刑照片 曾被刊登在 1996年 美国纽约时代周刊 偶然间 被酒居一国他乡的 陈丹青看到后 临摹了下来 又过了很久 两人在一架飞机上偶遇 一见如故 在机舱过道的狭小空间 就聊起了 那个他们 共同经历过的 疯狂岁月 你看在纽约那样的空间 然后在90年代 当时我出国 已经十来年了 每个人都会很想念中国 那我们会注意 每个周末版的 纽约时代周刊 不是报纸 周刊 那一期的这个 时代周刊 就收入了他的文革照片 大概有五六张的样子 那最震撼的就是 枪决行刑 那这又唤起我一个记忆 就是文革那年我13岁 从我13岁到178岁之间 我们生活里有一个惯常的内容 就经常会看贴出来的枪毙人布告 一下子枪毙十几个人 现行反革命 强奸犯 什么贪污犯 什么坏分子 什么这些 所以这变成我们一个青春记忆 但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刑场 我看到过行车 就从我们学校门口开过去 因为那种工审 工审是非常侮辱人的 就这些人挂的牌子宣布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几乎每周都有 在最动乱的那几年 6667年68年 那各地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没有看过一张刑场照片 那忽然他给出来五六张 那太震撼了 因为那不是一个法治的时代 是很多下级机构 就能决定一个人的死刑 然后用非常野蛮的方式 解决 所以我拍的那个瞬间呢 就是可能是那个刑刑者的领导 去拿的枪去看 是不是都死了 就拍 所以我在飞机上 飞机上遇到这个 李正生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题 我记得我就问他 哎呀 我说你拍刑场的照片 太震撼了 你当时是你的记忆是什么 他说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说我凑近拍的时候 就一股血腥气 这个我永远忘不掉 没有人可以给出这个细节 拍完之后 您得要花多长时间 才能把这个事 不用每天去想那画面 去听那个声音 你刚才说的 你曾经问过我 看到那些皮痘的人 会有恐怖感吗 那个没有 马拉耶都是 拍那个 我才第一次 体会到文字上的描述 血腥 什么叫血腥 我靠得很近 去拍这个 他那个 那个尸体的镜头 温到那个味儿 脑胶崩裂着 那个 一滩血在地上 凝固 那个周壮的状态的时候 后来我回家 洗照片的时候 冲胶卷的时候 特别恐怖 尤其洗照片 洗照片 当那个照片 在这个 曝光之后 从放大衣拿下来以后 在那个显影牌里 晃悠 晃悠 产生的影像 我觉得特别恐怖 我就心里 还就默默地想 我说我记录下来 我说为你们好 你们是冤死的 你们变成鬼魂 千万不要来找我 后来你做梦 梦见过他们吗 后来我 那个时候要单身 住在单身宿舍里 每到晚上 起夜的时候 就是最恐怖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就想到什么 一想去 就想到 不要想吴炳源 不要想王永生 实际上 你告诉自己 不要想的时候 你就已经想了 因为你想到了 你才告诉自己 不要想 在那个报社食堂 有一种东北菜 我最爱吃 雪豆腐 从那以后我不敢吃了 就这个雪豆腐 那个形状 紫红色的 就像那个脑浆 不能列出了 那个雪浆一样的感觉 李真胜 作为文革的旁观者 他的内心 发生了何种转变 我觉得这个人性的虐杀 摧残 真是到了 无一幅压的地步了 拍下来 报纸肯定不发的 但是 作为历史的记录 留待后人 就评说 而作为文革的亲密者 文革知识 持续蔓延 等待着他的 又会是怎样的命运 自查他是 用个绳子上吊 吊个半死 绳子断了 他失去了什么 又为何对文革产生了恨 一夜之间 他就变成了 第一组狗仔子 那就是他跑 要跟我分手了 对我来讲 真是文革当中 一大痛苦 鲁豫有约 老有记 稍后为您讲述 一个普通摄影师 在文革中的血泪史 第一次拿到 李正胜摄影集的时候 最打动我的 就是这张照片 那个年代里 很单纯的爱情 我发现 不管在什么时候 不管多么惨淡的生活 只要有爱情在 日子就显得 没有那么的难堪 这是李正胜 和初恋女友 唯一的一张合影 两个人都笑得很快乐 不过那是两个人 分手之前的一张合影 而分手并不是因为 彼此不爱了 分手恰恰是因为 彼此相爱 这是那个年代 爱情的悲剧 李正胜说 他是文化大革命的 旁观者 也是一个亲历者 而只有当文革当中 那些荒诞的 痛苦的 悲剧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文革对于他而言 意义才开始显得 完全不一样了 这张照片我看了之后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 人笑的时候 真的是笑着的 还是越是笑的时候 内心越是苦的 您现在还能回忆起 当时您笑的时候 是真的高兴 还是已经预感到 痛苦的事就要来了 我第一次听到 有人看这个照片 就是在痛苦地笑 你把它解读出来了 这是我大学初恋女友 我人生初恋只有一次 李正胜的初恋女友 名叫孙培奎 是长春电影学院 表演系的同学 两人大学时悄悄相恋 毕业后因工作分居两地 有一次 女友如往常一样 去哈尔滨看她 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女友这次来 是跟她提分手 分手的理由 竟是不想拖累她 原来女友的母亲 是大连金线纺织厂的 一名女工 文革中 被污蔑是地主家庭出身 遭到了批斗 也抄了家 还要游街示众 女友的母亲不想被羞辱 便决意自杀 死得十分惨烈 自杀 她是用个绳子上吊 吊个半死绳子断了 断了以后 她清醒过来以后呢 又看到手上还有个手表 那就算贵重财产吧 想留给女儿或者是儿子 爬得到那个院墙上去 平房的放在窗台上 最后一头撞死在厕所 那个石头上 石头垂的院子里的厕所 撞死了 一夜之间 她就变成了地主狗崽子 她就说 我不能影响你的前程 你是做新闻的 我这个地主成分呢 改变不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说咱们到 深山老年里去都行 她说 现在这个年月 哪儿不插糊口啊 你到深山老年里 也会把你揪出来啊 那个市场就报道 一个那个土窝棚里 揪出来一对狗男女 那都是为了躲避 这个政治风浪的险恶吧 藏着都给揪着呢 后来她就决意又回到四平去了 这张照片是在哪 在四平吗 在四平 是已经发生过 她妈妈已经去世了 对那就是她跑 对要跟我分手了 然后她已经给你去 说我们分手 你又追过去 对对 后来我说咱们照个合影吧 她说那不行 没结婚怎么能照合影呢 没结婚连合影都不能照啊 她是很传统很传统的那个女性啊 后来我说好 我给你照一个镜子的照片吧 欺诈的照啊 我这拍的时候呢 她就说哎 我给你镜子的看着有你 你在这里面啊 我说你那个角度看着我在里面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 我不在里面 你当时拍就想明白 这是一个告别的合影 那个时候还心不死啊 过了半年 她给我寄了一封信 那一封信里呢 有一张两二寸的 那个黑白的照片 就是她结婚照 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男人 你忘了我吧 就让我忘记他 应该结婚了 我这个心事的死了 要再不死心 那就图谋不轨了 那个当时才真的很残酷 如果是对于人性的折磨的话 就对我来讲 真是文革当中的一大痛苦 一个是因为爱而离开 另一个因为爱而走近 出人意料的是 以前孙培鬼每次来看她的时候 都会接触在报社的女生宿舍里 最后把祖营侠介绍给了李真胜 也许他认为这是唯一让她放心的最好人选 就这样 李真胜与祖营侠在1968年1月6日结婚了 那天他们举办了一场创意十分大胆的文革婚礼 为什么新郎新娘也带那种牌子 我看着很不舒服 一个红牌子写着黄字 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 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 不由分说就给我们强行挂上 你看这不在强行挂上吗 通常说笔墨当随时代 他这个创意就是随时代 那个时代是天天在斗 踢斗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安全派 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啊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郎新娘 其实挺大胆的这样写 有点黑色幽默 对 苦涩的笑 就是很多那样的意味在里面 结婚以后呢 当时还在说他家在牡丹江 当时他跟上来说 等着春节的时候 回去看一看 他的父母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 一月份结的婚 十一月份他接到了一封信 是他哥哥给他写的 说这个咱们的父亲呢 自杀了 他说你要马上找组织汇报 和父亲划行界限 他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自己的亲人自杀了 还要去向组织报告 和自己的亲人划行界限 他父亲是干什么呢 一个奴村 姆南江宁安县 石头战公社的一个 卫生院里的一个中医 一个公社的卫生院 你说你救出一个中医 大夫来 也当反动学術权威 那个时候 一直都开玩笑 都闹到什么程度 三个人的修学部 说这个人修学修得好 找他修得多 也把他救出个反动学術权威了 很荒唐 后来他父亲就被批斗 批斗得很惨 十一月份北方的冬天 已经是这个很寒冷了 叫他交代罪行 交代什么罪行呢 日本特务 说为什么日本特务呢 是当年日本在开小火车站 就有一个人的火车站 在石头站 叫站长 他给这个日本站长看过病 这就日本特务了 当然就交代不出了罪行 后来给他说脱掉衣服 就穿一个背心和一个裤衩 推到开门 推到那个雪地里去 叫他冷静冷静 那个室内室外的温度 能强差 从高温烘烤的二十多 二十多度三十来度 到室外去 又是零下二三十度 五六十度的温差 老头动的批斗了几次之后 他在那个隔离室里 就是一个反省室里 闪吊自杀了 就这样死的 我们结婚了以后 他接到信以后 大哭 就是在家里 是嚎啕大哭 哭的眼睛都哭红了 第二天呢 那个时候不能去修班 不能 他就能凉水 使用第一只眼睛 上班了 找公宣队去报告 我的父亲呢 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我也和他换界线 我给这个人性的虐杀 摧残 真是到了 无一幅压在地步了 感到自己即将要被打倒时 李真胜做出了怎样的抉择 我埋藏底片是1968年 我被批斗了 藏着那些负面底片 转移到家里去了 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 大量负面照片 他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每天晚上下班回来 跟这开始聚 我爱人 就怀着这个 我儿子的时候 就跟这里挺着大度 往外望风 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 那我觉得您托付的那个人 真的很可靠 近十万张底片 几十年后 已经公开 震惊世界 这些照片给李真胜 带来了怎样的荣誉 和质疑声 会有很多中国人说 你把我们那么不堪的过去 让大家看到了 半世纪前的老照片 都是真实的吗 换头术在当时 是如何流行起的一种 PS手段 所以叫换头术吗 新闻照片怎么能换头呢 对 新闻作品 新闻照片 可这样的话太可怕了 更多精彩 近在下集 鲁豫有约 老友记 李真胜 文革摄影师 人物片 为您讲述 那些匪夷所思的 照片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革照片被认为是绝无仅有的 记录了完整的十年文革 上集我们听李真胜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照片故事 他亲眼目睹的佛家寺庙被捣毁 凑近拍摄的七位省委书记 集体爱移动 以及死刑犯被实行枪决等可怕记忆的照片 了解到 文革发生在一个普通摄影师身上的真实故事 仰天大吼一声啊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这就真正的招了杀神之火 就会定为恶毒攻击猫毒性 当李真胜预感到自己即将要被打倒时 他做出了怎样的抉择 我埋藏底片是1968年 我被披露了 藏着那些负面底片转移到家里去 而会给他带来杀神之火的文革负面照片 回来跟着开始 故事如何保存至今的 近十万张底片 几十年后已经公开 震惊事件 这些照片和李真胜 带来了怎样的荣誉和质疑声 会有很多中国人说 你把我们那么不堪的过去让大家看到了 半世纪前的老照片 都是真实的吗 换头数在当时是如何流行起的一种PS手段 鲁豫有约老友记 李真胜文革摄影之人物片 为您讲述那些匪夷所思的照片故事 盘摄了大量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 李真胜每次在冲洗这些照片的时候 都要极为小心 且必须在同时都下班离开后 营造出一种还在加班的假象 照片鸿干机前面 也总是放着几张正面形象的照片 准备随时提换附用照片 但渐渐的李真胜欲感到灾祸 很快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些照片放在报社太不安全了 于是他开始把负面底片陆续往家中转移 我埋那个底片的时候是 1966年5月16号开始黄化大革命 我埋藏底片是1968年 我被批斗了 我知道我要被打倒了 提前从办公室的隔层里 那个暗格里藏的那些负面底片 转移到家里去了 转移到家里就在这个墙角 这不是墙角吗 这个地板下面 那个挖开 那锯开了一个洞 锯开了一个书本大的洞 我们住的是那个苏联人的 俄国人的平房 那么在这锯的时候 很厚啊 那个非常难锯啊 每天晚上下班回来 跟着开始锯 锯了一个多礼拜 李真胜居住的一间简陋房子 是早年俄罗斯人修建的老式平房 地板下面是架空的 结实的厚地板 给李真胜锯洞口增添了很大难度 为了防止锯开的洞口暴露或坍塌 他只能斜角度向下慢慢的锯 而同时 李真胜害怕 驱动的声音 被路过的邻居听见 就让当时怀有身孕的妻子 在窗边帮他忘风 我爱人呢 怀着这个我儿子的时候 就跟这里挺着大肚子 哥们跟着往外忘风 他看着说有人过来 我马上停止 停止以后 一个多礼拜 锯开了一个口 就在这个 我说的三屁桌 一头尘 这一头尘是当你结婚的时候 凭票买的这个38块钱 那么就买在这个地板底下 照片藏好没过多久 李真胜就被以报社阁委会 地下黑司令部的黑司令罪名 在大会上被揪斗 那天是1968年12月26日 他被报社的之左小将押到台上 站在他曾经批斗过别人的地方 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被批斗了六个多小时 当天晚上又连夜被押着抄了他的家 而最令李真胜担心和紧张的 是地板下藏的那些文革负面照片 1968年的12月26号 我被大会上批斗了六个小时 过了后半夜了 在那个时候 如果这些底片被发现了 最坏的可能性会发生什么 发现了第一条 底片点巴火就烧了 人呢 人和家呢 人肯定是爱批斗了 你再次的开大会批斗 这就要 会有可能判什么刑吗 或者是很严重了什么刑法 我想会有的 因为是严重的抵制文化大革命 你看你把这些底片 你还留下来干什么 你将来不想像毛泽西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反共倒算吗 这不是新生的语言吗 所以后来这个底片 抄家的时候 我就站在这个地方 装作没事一样的 很轻松的看着他们 抄我这里 抄那个柜子 抄那个抽签 这抽签也都开了 小棍也都打开看了 我的日记被抄了 我跟我爱人的一些照片 被抄了 通信被抄了 都公布 来抄您家的人 您都认识吗 就是包社的人 总体来讲算同事 但是骨干就是 在包社之所的一些 革命小样 就是大学生 那这些人后来您见过吗 文革之后 见过 他们来跟您说 抱歉 当年 没有说的 没有说 其中有一个人 带着五六个人坐着替补车 来抄家的 有一个高个子红运兵 在我被隔离反省的时候 曾经 打了我 若干年后 回到包社区 他从那个 走廊上过 逆光当中看到 好像是李真生 他又不敢 因为好多年没见 后来我说 我叫了他的名字 我向他走过去 我伸过手去 他十分紧张 脸 已经张得很红 他一定是记住 当年他打过我一巴掌 扇了我一巴掌 我伸过手去 他可能要抱 这一巴掌之仇吧 我停在那里 他才伸过手 跟我握手 我觉得这就够了 抄完家的红运兵离开后 李真生直接瘫软在床上 好在这些底片暂时躲过了一劫 第二年秋天 李真生和妻子组营侠 双双被发配到柳河武器干校 接受劳动改造 离家之前 两人担心万一生命遭遇意外 地板下的秘密 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于是他们左思右想 最后像刘备脱钩似的把地板下的底片 托付给了他们一生中的贵人 李明达 我们想来想去 想到了我们一起参加奴村 搞社会主义交易劳动 有个老同志 他比我们大几岁吧 叫李明达 为人很厚道 把他请到家里来了 把桌子搬开 把那洞口打开 让他看这东西 他说这是什么 我说这些底片都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 他说抹黑的你要干什么 留他干什么 我说有用 这有什么用 我说有什么用 我也说不清楚 肯定有用 我们去武器干啥 如果我们发生了生命意外 你记住 在这栋房子 在这个角落里 有一些底片 那我觉得您托付的那个人真的很可靠 他太了不起了 初十年 一直到2006年 面对的电视机 李明达 他才说出了这个秘密 网上本来有人说我 你买底片的事 只有你和你的爱人 就不足以为证的 有旁证吗 其实我有旁证 买底片为什么需要旁证呢 不 现在质疑我呀 就是说我编了很多故事 说这个人造反的时候 他是个正宗造反派 他编出来这个底片埋在地板底下 这也是编出来的故事 就想否定嘛 我现在就说我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 就是今天一种我明天我争你 互相整 父母 那个揭发儿子 儿女 儿女斗父母 学生打老师 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我真不理解 有些人 你又没干坏事 你就说你造反了又怎么样呢 造反是显应毛利奇号召 是吧 毛利奇告诉造反有理 你说我进去第一次造反 凭什么 你不能换了天地以后就说另一番 另外一番话呀 历史的问题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判断它 去对待它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反思 需要一个忏悔 您觉得只要经过那十年的人 对 可能都需要反思 这种反思啊 不需要非要有一种形式 在于自我 在于内心 经常说心中有佛 我既是佛 那么你心中已经有愧了 你反思了 你心里就清静了 不一定非要举行一个 媒体都来这里采访 我才举行一个什么 那个 对 我们那个所在的干校 叫柳核武器干校 全国的第一所 在武器干校都说 我们再也不能做自己的专业了 就在努村扎根一辈子干革命 我在那里看到 我们的武器战友 当时叫武器战友 有的都死得很惨烈 那边在那个大锯牌 那个电锯 转 往里推木头 推着木头就给破开 破开呢 在这个推的过程当中 有的就 啪 就飞出了一个 小木块 啪 也打过来 以后打着脑袋 当场就死掉了 后来我还说 我说 咱们是不是应该给这位战友 举办一个追导会啊 制造员说 我们的营的制造员讲 他当年是右派 能给右派开追导会吗 但是当年的右派 现在是战友啊 武器战友啊 后来就卷不卷吧 能草帘子卷了 就扔到 那个卖到身上里去了 我当时就想 假如说 我要失去一只眼睛 宁可下我的右眼 不要下左眼 你是这样拍照片 我拍照 我只有闭上右眼 这个眼睛看见才 不管拿什么去影 相机去影 我都是 右眼 这样去影 如果手指头需要 失去一只 那肯定失去左手的 因为右手需要按快门 说对了 你哪怕失这个指 失这个指 别失这个指 这个要按快门的 那当时这种想法 也很天真的 就是我在武器开校 就是在深山老年里 自己自拍一张照片 比方说 每年到秋天 也就这个季节吧 温度很低了 水泡着 里面都长冰了 那个鹿尾 都要下去破冰 割鹿尾 把那个冰砸碎了 下到冰水里去 都是七一身的水啊 拿着镰刀 一手薅着 这手割鹿尾 浑身都是石头了 要是男性倒也罢了 女性 女的这个武器战士 也照样 也要下去 就是每一次都叫 会战啊 格鲁尾 大会战 女的这个武器战士 来立亚的时候 也没有人敢请假 也得一样的 下水去 你说在冰水里 那么泡着 很多人 没有妇女病的 也做了妇女病的 每天睁眼 一想到 又是这样一天开始 这日子怎么过 怎么过 也得过 在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情况下 李正舍和妻子在武器干校度过了两年半时光 而这两年半似乎比往日都要漫长 直到1976年 但随着9月9日 毛泽东主席去世 四人帮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至此 李正舍在文革十年间所拍摄的所有照片 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只能隐藏的 共计十万张 两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代表 一个是昔日感动无数人的英雄 一个是能歌善舞的五岁小女孩 毛主席语录是那个年代的标志之一 很多与毛主席语录有关的故事 也常是李正舍拍摄的首选 那么 他是从何种角度 记录了那个荒诞岁月 鲁玉有约老有记 李正舍文革摄影之人物片 精彩 正在继续 文革结束后 直到1987年 李正舍带着20张照片 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 参加了全国摄影公开赛 照片一经公开 随即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因为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 能拿出这么震撼而全面的文革照片 1996年5月16日 文化大革命30周年之际 那时的李正舍已经退休 他把他的照片带出了国门 在全世界发行和巡展 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和了解 那十年里的中国真实发生了什么 2012年10月27日 陈丹青作为颁奖嘉宾 专程赴纽约 为李正舍颁发了 美国陆西即时摄影 杰出成就奖 这座相当于摄影界奥斯卡的小金人奖杯 李正胜是迄今唯一一位 捧起他的华人摄影师 在他所有作品中有一张非常著名 那就是《前程者》 照片中的主人公名叫王国祥 1968年4月 在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代表大会上 王国祥向农民们讲述了 他忠于毛主席的时机 听众们深受感动 纷纷上台 把自己毛主席相张 别在王国祥身上 相张数量多达170枚 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这个人 这个人是完全一个 是常态下的一个人吗 没有偏执的地方吗 他这些相张啊 不是他自己戴的 他是那个当时啊 平常全省的活血活用毛主席著作 记忆分子代表 要到工农兵当中去 传经送宝 传什么经送什么宝呢 就是他怎么样活血活用毛主席著作 改造自己的思想 怎么样去做了 那么他说的是一感动了 这个郊区公社的农民呢 170多听众 农民自发把毛主席 都把自己的相张 带在他身上 前面带满了 一带后边 带着 哪都带满了 你看袖子 得拿我哪带 后来就是戴着冰帽 这个人后来你有见过他吗 我见过他三次 你看 这就是我拿着大照片 第一次跟他见面 他现在后来还那么相信 他所相信的 他现在还牵扯着他的牵扯 他说我呀 李大哥 我比他年长三岁 他说李大哥呀 你这 你他有点自由化了 自由化当年就说 不正统的嘛 你你你搞自由化 你是偏右 他认为你是偏右的 对啊 自由化嘛 后来我说 我是郭祥老弟啊 我说咱们这个共产党 不就是为人民争自由的吗 是不是 我说就现在能自由了 还把它画了 这不是好事吗 他说这个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因为他的 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啊 他真的改革开放 他没得到的好处 我我欣赏他一条 他不假 嗯 其实我我内心 我尊重很有信仰的人 他经常回忆说 文革的时代多好啊 你看那个时候 人与人的关系 他没有看到那些打砸抢 那些批斗 那些伤害 他没有看到过 因为我经历了 我记录了 他们他们经历 他和他做军代表 应该说他也知道 但这就是和每个人的 这个价值观的 来取决于 自己对这个事物的选择 不 这个还不光是价值观 他要取决于 他 他的家人 同学 朋友 他身边的认识人 没有一个遭受过文革的加害 他的那个原配的夫妻啊 是珍宝岛那个知情女民兵的女队长 他们结合 当时他们就是 这是一个英雄夫妻啊 后来是改革开放之后 他们大概又分手了 他也在农村里 他两口的 我那次去访问 他在农村里养猪 很艰难 他猪肉 现在这几天又下跌了 我这怎么怎么的 也就配文了 从这照片看 我以为是个 好像是个做生意 做得还不错的一个人 他是 他是那个 后来当的那个 齐齐哈尔的 城市规划社会医院的 党组织书役 亲城者呢 是黑龙江省活血活用猫的 一些著作记忆分子代表 那么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呢 也是 就是在那个 当年的批判 批斗那些生委书役 站在的位置上 他就是个五岁的小孩 又不识字 会唱二哥 会跳点儿童舞 就把它 包装成 活血活用猫的一些 著作记忆分子代表 这些 大人们 都像 皇帝的新衣一样 那样 就找差距 他就想 我们对 对猫的忠诚 就没有这个小代表 那么忠 你觉得他们是这么想的吗 嘴上至少这样说的 但他们心里面 可能就想 这小孩挺可爱的 唱着一个大人的歌 还挺好玩的 也仅此而已 可能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对啊 但是他一个 我刚才说了 就都像皇帝的新衣 表面上要说 活血活用 小代表 小代表 我们心就没他那么红 我们的忠心就没他那么忠 你这个画不就是典型的皇帝的新衣吗 这一百七十多枚毛主席像张 最后 王国祥只留下了两枚 他说他知道 群众是因为热爱毛主席 所以他把这种热爱传递了出去 而曾经的哪个年级五岁的先进小代表 如今 回忆起那时的情形 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不约而统地唱起了 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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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大不如当天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和神海神不如建议友爱神 这就是当年 那个 想起来 是 当时真是一不做二不秀 豁出来了 李真盛又为何被江青点名双开 你破坏革命一二本戏 今天晚上我们先江青恐就报告 半数季前的老照片 都是真实的吗 换头数 在当时是如何流行起的一种 PF手段 所以要换头数 所以要换头数吗 毛主席啊毛主席 为了您的光辉 中文学 中文学十年 中文学十年 那些匪夷所思的照片故事 刚才拍照片的人是您吗 这个训练 这就是我 床上舞台 拍洋板戏 这个洋板戏 是江青派 外去寻演的 偶尔能拍一些跟艺术沾边的画面 也算是让你休息一下 不是休息 就不算休息吗 我遇到了很大的灾难 为这个事 拍这两张照片呢 险些也能灭顶之灾吧 我是一个在拍照上 我是很追求完美的人 我就特别想拍一个白毛女啊 喜儿和大春见面那个景 我一路上就想 怎么能拍一个背影是人山人海的 当时真是一不做二不休 豁出来了 我开始在台口呢 慢慢往里蹭 后来 舞台京都跟我讲 我警告你啊 进入背影了啊 我说我再不往里走了 我说就这样 其实我心里想 我豁出来了 等着我听到音乐直到开始的时候 就来要这个高超道了 蹭蹭蹭走到中间 那个舞台京都啊 想上去拉我 他又不敢 前面两人在跳舞 后面两人在拉扯呢 嗯 那他也不敢上去 后来我排到了以后 我心里想 我这是 终于 入院了 完了以后他说 今天晚上我们就向江青同志报告 你破坏革命样板戏 你说我是为了宣传革命样板戏 你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我 我当时说了 我一时影响了你们演出效果 但是我为你们留下来永恒 那个 舞台京都要气量 什么他妈 永恒不永恒啊 你破坏了革命样板戏 有几个敢闯上 这个舞台中间排的 后来我想 江青回报 你唬谁呢 我回到哈尔滨区 我问我的一个老朋友 大海航行靠多守的 做取作者 叫王尚印 他说真的 他每天先江青报告 他你喝着把天给捅着一个大窟窿 第二天找着团长 就找了王尚印 他就接待他们 吃早餐的时候 就江青同志指示了 要把那个省报这个记者双开 双开就算完了 开出公旨 开出党旗 后来那个王尚印呢 就是他跟团长讲 说他不能双开 单开 说不行 一定要双开 说他不是党员 怎么能双开 这怎么怎么会呢 江青都是说 省报的记者 省报就是党报 党报的记者不是党员吗 他说他真不是 江青的指示就是 被王尚印给压下来 为什么 他说我到宣传部去汇报 王尚印说 我是代表省委来接待你了 你说到我这 我就可以向省委转达 你们赶快上车达嘛 要返北京了 就这么压下来 压了紧 到温哥三十年的时候 他我们在一块见面了 才说 他当年说 上不高天 上对天下对地 这个事就是咱俩知道 你知我知 当时全民都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 做一份李真胜的照片中 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喊口号的群众 也常常是照片的主角 他们又有了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哈尔滨一年毛主席 上游上江两周年的时候 参加游泳的人 都首先要正审合格 政治审查没问题 游泳还得是高手 游泳的时候呢 还得不断地护口号 这个不断护口号呢 就喊口号的人 就和我在同一个船上 拿着那个喇叭筒 不是那个混音器 总喊着一个口号 而且标准的节奏是什么 就是 敬祝毛主席 万寿乌江 就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 起码要八秒钟 这些人在水里游泳啊 都是高手 当他这个喊口号的时候 就只能一只手滑水 像什么脚柴水 你这手滑起来呼口号 你这八秒钟 喊一个口号 常常就喊到 敬祝毛主席 万寿乌 没等喊完 枪水了 就说这个小细节 我也告诉你 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 口号没喊完 就枪水了 后面有收容船呢 这么多有收容船呢 凡是枪水的 就拉上那个 接到这个收容船的 送到爱上去 送到爱上去 这些人还要斗撕皮修 斗撕皮修 批什么呢 你看我对毛主席不够重 这个口号 我就没有喊 没有能坚持的喊完 这很荒唐啊 就是 这是游泳的技能的问题 我说毛主席万岁无疆 是不是毛主席万岁的意思 他说是 我说那你喊毛主席万岁 对不得了吗 后来 简单一点 毛主席万岁 接着就有 是吧 接着有 毛主席万岁 一个也不会被抢着 当时的这个说调法什么呢 下水前 读一段毛主席一步 确保下到水中 不迷失方向 要是没有毛主席 那起飞前更要这样了 那起飞前 要不读成一段毛主席一步 飞上蓝天就迷航 这就当年的标准的政治语言呢 这是遭寝室晚汇报 这是病人 而且是 你看这个注意的细节 这个人的手呢 扯着这个床头呢 病得很重 他本来是卧床静养的 这个遭寝室晚汇报 你不能躺在床上 挥动雨露 像毛主席遭寝吧 晚上汇报也得 不该起来的时候 也得起来 按照说的话 就作死的节奏 也就是作呀 本来是窝床静养的人 你去作 那个时候各个家庭 各个学校 各个机关 那都要走 都要找写事晚汇报 半时期前的老照片 都是真实的吗 幻头数在当时是如何流行起的 一种PS手段 新闻照片不容修改 新闻照片可这样的话太可怕了 那么李振胜 为何要修改这些新闻照片 去啥也不能去毛主席 不改会面临何种危险 一段严重的政治错误 1966年8月12号 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工人群众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在这前面有一个你们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把无产阶约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新说的话呢 就叫做最新指示 毛犬和雨露上有的呢 叫最高指示 那么举着这个 这个标语欢呼了 这欢呼的时候 这个照片当中有几处严重的 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 你别说啊 我看我有没有政治觉悟 严重的四处 嗯 好 咱一出就信从这个说吧 好 这本来是前面的一个重叠 嗯 前面在喊着毛主席万岁是吧 或者毛主席万事无央 和后面的相重叠了 这重叠呢 就是要打向了毛主席的下巴了 哦 这个可以 在这里呢 什么人用黑框啊 哦 黑框不行 不可能是黑框 哦 就是红漆框 红漆框在黑白照片里 就变成了黑框了 这也是 死人才用黑框嘛 OK 是吧 这是一个 好再看这个 这个是如果说打到毛主席 将要打到毛主席 还没打上 这个就在封眼了 嗯 把毛主席一圈封眼嘛 再看这里 前面一小挥动的前面的小三角旗 把后面那个这个字给遮挡了 毛主席的话 说了把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你看这是文化大字没有了 就变成一个牛了 你看 就是个牛命 如果这样劲爆的话 就糟了 就我 就我用那个广告粉呢 你调成颜色和这个差不多 牛命变成了革命了 要不的话 这叫恶毒的创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这个呢 矿变成白的了 把那个矿变成白的了 把那两个革命群众的金银的拳头 把那个胳膊给截肢了 这个胳膊现在倒看着好像是 那手伸在矿后面抓着一个什么东西 高举了 把这矿 那黑矿修成白矿了 那么这边这个呢 实在是没法修了 就裁了 只能裁了 裁的时候 你还不能就公然的 站在那个同事面前呢 就跟同事面前拿起来咔嚓去裁了 假如说你这个照片呢 你在同事的面前拿起裁刀来 公然的就从这咔嚓一刀裁了 事后要是如果分成两派 两不同观点了 就会找成 所以要悄悄的进行 要把毛主席 就把毛主席放在扎道底下 先溜回来那一下子下去了 这就是问题啊 后来我就怎么样 跑到暗房里去 跑到暗房里去了 心里还默默的念着 毛主席啊 毛主席 为了您的光辉形象 只能这样了 这个照片本来也是很好的一个照片 一个 这也是个有问题的吗 那个时候没问题 也能给你找出问题来啊 这里面这是有问题的是吗 这个照片没 应该说没问题 高度革命绝固的工人结议 是能找出问题来的 我回去交稿以后 工宣队那个队长 他说 虚啥也不能虚毛主席啊 哦 后面那个像虚了 虚了 这里还不光是 是个毛主席年画 不光是虚了 还黑了 也黑毛主席了 就把那都抹呀 我我我我 还跟这里还假装抹成一个 墙角的感觉 嗯 过渡一下 其实是平面的 抹了以后也是个平面的 那找一个毛主席像 我们那个那个时候办公桌的底下 压着各种各样的 各种角度的 大小不同的 嗯 毛主席 就准备修改照片用 那个贴上去还故意带点弯 好像贴点 那个 那这个地方假装吗 的 踩起了一脚 那么 好像是被老太太给遮挡了 其实这个照片 毛主席是实的 但整个照片是 从这个摄影的角度来讲 太糟糕了 全全 前后都是一个平面啊 这是一张 我修改过的照片 那个本来是这样一张照片 挺好的 就是省委的一把手 二把手 到奴村去参加劳动 那么后来说是 报社说只能 只能发一张照片 说要把县里那个两个一把手 二把手啊 你看 这个人 和这个人挡了一边 那个黑衣服 这个 说把他和这个省委书记一块儿 进包 后来 好 我说那那只好 才去换投诉吧 二把手在这儿了 这一把手还在 这个本来是他的脑袋 把这个照片的脑袋 搅下来了 贴子这儿 就压住了他的脑袋 要不不能画一块吗 两人呢 一块儿 两人这也是 严重政治错误啊 那这个呢 为什么涂上红色呢 就是他的影子嘛 帽子 金板 那这里也有东西给涂了 这个涂上红色呢 在制新板 用金属的新板制板 它就会产生灰调子 产生灰调子和这里会统一 这样在心理上是不允许的啊 其实李老师 太多了 现在也还在多了 这是不允许的 是不允许啊 对 所以要换头数嘛 新闻照片怎么能换头呢 新闻作品 这样的话太可怕了 烹针一块劳动 在十三零劳动的时候 烹针倒台了 把这烹针修下了 哇 这个 本来这张照片就很好 对 我觉得这张挺好的 那个老太太那个也很好 我大妈那也挺好的 对啊 但是就把那个为了这两个人 就把硬生生的把一个贫奴老大娘给灭了 嗯 就压上他了 把他给压 压去了 像您这样经常要讲当年拍照片 回忆当年的事儿 那你有时候会不会有那种时空 有点恍惚的感觉 就生人是生活在这个年代 但是常常要回到那个年代状态当中去 我为什么我在演讲的时候啊 有时候满堂大笑 还包括了讲一些故事的时候 含着眼泪还在笑 这就是荒唐的历史 荒唐的故事 当人们清醒的认识到这时候 就觉得他可笑 可悲 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还是个乐观主义者 您觉得未来 我们会有可能重复自己的错误吗 我对明天永远充满了乐观 我是这个抱着这个对未来充满 永远充满希望的人 要是没有这个希望 我又度过不了这个苦难的文革 我也不能就冒着生命一样危险 去保存着这一片 文革十年注定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与那个疯狂年代渐行渐远的二十一世纪 新时代的人们似乎已经不愿回首 那十年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痛苦记忆 我们得一致民族对外 你们是没有人去去决定你们 你们自己在内斗啊 但是文革真的会在历史中被遗忘吗 我怕在那一天来之前我们忘了 再回首时 李智盛 陈丹青等这些文革亲历者 又会如何描述他 当时的中国除了党中央算红的 其他所有的各地党委都是黑的 一下子强比十几个人 就变成我们一个青春季 那你觉得到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那一个伤疤才能够彻底的 彻底的痊愈彻底的愈合 我在哈佛大学做演讲的时候 我碰到一位德国夫妇 他是在台湾学的国语 交流起来毫无障碍 我说你们德国的那个决起啊 我说真的是令我们感动 我说我们中国有个作家冯基才 在那一百个人的十年当中的前言当中的说 二十世纪的人类啊 将以沉重的笔墨记录两大灾难 一法西斯暴行 二文革浩劫 当然国内当时都认为这个话说的很深刻啊 也很大胆啊 他那两个学者说 这完全两个事情 不能放在一块的对比 咱们的对比可能说是对造成的伤害 嗯 他说了我们德国二战的 是我们德意志民族 团结起来对外 嗯 侵略啊 其他国家造成灾害 你们是没有人去 去侵略你们 你们自己在内斗啊 哎 这个当时对我真的很 刺激很大 我们就没想到这一条 光看他的造成的伤害 可以等同 而没看到他们说性质不同 真的性质不同 他就问你们什么时候 我们是在二十二年之后 开始反思 就是二战之后 我们就想在废废上进去美好的家园 但是怎么样做也做 经济人也不能起飞 一直到二十二年之后 我们终于感觉到全民都感觉到 需要全民反思二战 我们就起飞了 但是我们开始反思的时候 你们正好是开始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都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 我说 咱们说话的到今天 我们还没到二十二年 您如果现在问这个问题 您会怎么回答 啊 我想 中国的事情 不要急 慢慢来 这是个很官方的说法 嗯 其实就是 您在 就觉得无解 这个是个无解的 我想也有也 有也就是 中会有那一天 这不是官方 我心里就是想 我怕在那一天来之前 我们忘了 我还怕 在那天来之前 我硬不在了 人间呢 我看不到那一天 但是我相信 我看不到 不要硬 只要 我们的后人能看到那天就好 我希望这天能来的快点 最好让我能看到 即便不是国家 或者社会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小传统 就是不要说 回避 打折扣 然后尽量说圆 每个家庭都有这个传统 没有人教他们这样 可是其他国家不会这样 我女儿就在美国受的教育 她知道历史有时候比我还多 因为是小学教育就开始说 全世界发生过什么事情 美国发生过什么事情 你看美国这个 杀印第安人 美国怎么拿到这块土地 教科书都教啊 美国孩子都知道 就是我们拿到这片土地 有这个国家 是几乎种族灭绝 美国孩子都知道 可中国太普遍了 不知道 但是从更高的一个文明的比较来说 我很难说哪一种文明更更对 或者更有效 我觉得中国这文明很有效 很有效 我一方面蛮绝望的 就是 呃 整个我们学来的这一套 就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 就是西方的价值观 它开始在中国越来越似乎有效 但是当它碰到中国这么顽强的一个一个数千年形成的传统 它还是很很有限 很脆弱 它不会变成一个全民的全社会的一个共识 说我们再不能这样子 我们要 要 要把头转过来看一看 我们到底做过什么事情 就面对我们前面就不堪回首的这么多时间 不会在乎说这一关我们不过 我们这个民主就过不下去 不会 会过下去 这就会过下去 没问题 特别鸣谢场地提供崔永元口述历史博物馆 为我们还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艺术家家里的原貌 更多精彩 请继续关注下周鲁豫有约老友记 崔永元接受鲁豫专访 两个民主池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离开央视后的小崔在忙些什么 下期节目将为您还原一个真性情的时代勇士 崔永元 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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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感情